华山PK遇到直接跑 浩文放话不抢表弟热度 在5月份梦幻主播的人气榜当中 表弟依然是力压浩文 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 人气榜第二名每月官方给的奖金是10万 一年就是120万元 而人气榜第三每月官方给的奖金是5万 一年就是60万元 一年高达60万元的差距 让浩文和表弟对于人气榜第二的争夺 变得非常激烈 浩文更是以跨幅擂台的形式 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大舞台 与雪山大舞台正面对抗 根据资深猴粉的统计 浩文一直在拼命追赶表弟 但是追赶的速度非常一般 并且因为浩文打造的大舞台 双方都是零消耗 剧本内容也比较匮乏 已经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 浩文与表弟两人之间的竞争 已经公开化 并且火药威越来越浓 面对对方农夫与蛇的比喻 表弟嘲讽到自己不是蛇 这个故事应该是农夫与狗 而当浩文在华山PK遇到表弟时 居然直接选择了逃跑 并且用道具栏挡住了表弟队伍的画面 浩文表示自己不强表弟的热度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主播表弟的强势崛起 让千年老二浩文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场关于一年六十万奖金的大战 你们觉得谁能笑到最后呢